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也想借酌情雕刻灌脚的文士来表达心境 这才发现观象取义虽然困难 但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 我觉得我现在入了一根咖啡 你知道吗 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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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凸起来很凸 这个可以再薄一点 这边跟这个鸡板的边角会有点凸 那这个变薄 两个那个厚度看不见 OK 做一个这样的形状 上屋一边 这样的形状 大小时 小时 并没有设置 大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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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这般反复的动作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日常琐事累积的烦恼 似乎也被手中的刀清除了 最后看到雕刻好的灌脚 把理想变为现实 也是乐视一见呢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 未来酌情影片持续更新 请记得订阅晶晶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影片更新了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现在就是有坑有洞 只能自我安慰 只是一张手工铁 所以它很正常 不能连锋吗 可以了 就是手工月报做的 完全没有瑕疵 我觉得就是有瑕疵 才叫叉极的美 就是有缺陷的美 它其实另外一种美感 那如果它真的是像机器 还是电子烤箱烤出来 像那个气质的别感那种 烤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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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